毒害美国年轻人最严重 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来的抖音了 透过抖音这个手机软体 在上面LGBTQ的人 大肆散播虚假 而且破坏家庭的讯息 美国国会要求抖音的CEO 来美国解释 为什么不要禁止抖音 因为这个CEO 让美国年轻人使用抖音 但是却禁止自己 8岁的小孩使用抖音 美国应该禁止抖音吗 禁止抖音能拯救美国吗 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变性人的议题 在美国吵得越来越凶 今天来跟大家看一个短片 是一个变性人 在快餐店骂店员 因为店员叫错他的性别代词 说真的 如果每次说错别人性别代词 都要暴露的话 那我现在应该脑中风死掉了 最后一个新闻 来带大家看到 变性人对于家庭的伤害 一个父亲上节目 看到自己的儿子 穿着女装的模样 在电视上痛哭流涕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很明显是个受害者 但是却在网路上 遭到了变性人的支持者 大力的讨伐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面对一个受伤的父亲 完全没有所谓 左派最常放在嘴边的什么 同情心 同理心 还有 为什么变性人 不只是一个个人选择 而是一个真正破坏家庭的原因 在我们开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d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样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不能只是看自己爽的 而是要真正的付出行动 付出努力来维护我们的家园 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加入我们的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 Discord的聊天室里面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有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们就不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蚀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起付出 而且一起合一的抵抗 请帮我们按赞 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点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最近最好的新闻就是 禁止抖音 美国五角大厦 拿着我们国防的军费 去阿富汗 去伊朗 教那边的小男孩 性别错乱的理论 让全世界都性别错乱 然后说这个代表民主 这个代表自由 说真的 如果那个就是民主 那个就是自由的话 那还不如不要民主跟自由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促成堕落的觉醒文化 扩张最大的推手是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 创作出来的抖音不是吗 现在共产党最成功的间谍 CEO 中国抖音的傀儡 新加坡分布的周寿姿 要来美国游说美国的官员 还有直接游说美国的人民 要要求美国这门允许抖音 继续在美国运作 以下是他去国会前的说法 中国人 这边是周先生 我总是由于TikTok 我现在在 Washington D.C. 今天有些新闻和新闻 要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超高兴 要认为 有更多的150万美国人在TikTok 那是近乎半个美国的美国来到TikTok 去 connect,去 create, to share, to learn 或是有趣的 这包括5万美国人使用TikTok 去接触到客户 最多的这些小和小的美国人 这些数据是很棒的 我非常感谢大家 和7000美国人的美国人在美国 帮助我们在美国的美国 在美国,在美国,在世界上 这来到我们的重要时刻 有些政治人们开始谈谈TikTok 这可以从你们所有的150万美国人的 我会在美国后来证明前 分享我们的所有我们做的 保护美国人使用这个程式 传统我们的目标 来引起創作創作 把抖音从1亿5000万美国人的眼前去除 这不是太棒了吗?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共有同样的感觉 将近一半的美国人 甚至超过一半的美国人 为了这个愚蠢又脑残的APP上瘾 只是一直不断的往上滑 然后就是不断的接受左派的资讯 跟共产主义洗脑而已 这个APP跟Facebook一样 对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帮助 只会摧毁我们的脑子 让我们玩物丧志 每天在那边什么都不做 让美国人每天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看一堆 或是创造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影片 而且让其他的美国人也在那边什么都不做 只在那边看着被洗脑 不止这个样子 还把美国的资讯送给中国共产党 拜托赶快进抖音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跟我有相同的想法 然后你再想想看 那些抖音的用户 每天花多少时间在那个APP上面 推特的使用者 每天平均大概花2分钟到6分钟的时间 在使用推特 有些人使用的比较多 有些人使用的比较少 抖音的平均使用量是一天56分钟 就快要一个小时 那个APP的使用时间 浪费掉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一般的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高出很多 所以这就是对于美国人的大脑 跟思想的一个威胁 临则许虎门硝烟 我也觉得美国进抖音 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应该进抖音 那Facebook呢 推特呢 Google呢 甚至YouTube呢 这些都应该禁止吗 为什么我们针对抖音 因为抖音是个共产党来的东西 OK Maybe 或许吧 那是哪间公司封锁美国的这个民选总统的 是抖音吗 是抖音封锁保守派的言论吗 然后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控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影响选举吗 是抖音监视着所有的人资讯 Facebook Google跟YouTube 推特也 这几间公司联合起来 攻击我们的人权 封锁我们的言论 夺取我们的自由 他们使用着他们的平台 控制着整个公共的言论空间 控制着政治 有企图的封锁保守派 打击基督教 禁止保守派的新闻平台 各位看我们的新闻 好像还是有广告的 但是里面我们其实一毛钱都拿不到 全部都是Google 在我们的节目上面放广告而已 而且这几间公司 有种封锁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 我不用TikTok 我也不喜欢TikTok 你们要对TikTok进什么 进抖音随便你们要干嘛 那其他的社交媒体呢 对我来说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如果进抖音会帮助到 Facebook Twitter还有Google的话 Twitter现在是Elon Musk掌权 所以说我对于目前的Twitter还好 但是我也不是很会用Twitter 但是禁止抖音只会帮助到 美国左派的大公司 这些公司对于保守派的威胁 保守派政治人物 保守派的频道 整个基督教才是真正有敌意的 我不觉得进抖音能带来什么 我宁愿抖音继续存在 至少对那些左派的大公司来讲 是一个市场的竞争 我不知道 或许下一次这些大公司再联合起来 禁止保守派跟基督教言论的时候 或许保守派可以在TikTok上面找到平台 社交媒体的确是冲击着我们的文化 损坏着我们的文化 创造出来更多的神经病跟受害者心态 那我认为最神经病的就是接下来这一类人 这类人的自我认知是非常的有问题的 我们有一位观众是一位前变性人 后来回到了自己的性别 私下跟我联络 他跟我说 当时他一开始认为自己性别错误的时候 想要变性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的社交媒体 他说当时他会一个人把自己的关在房间里面 一直看YouTube上面美国的这个变性网红 台湾的变性网红 然后看一堆文章 说这是他一个逃避现实的一个方式 在网路上面找到温存 找到一个存在感 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认为自己可以当其他的人 在一个自己的身体不是重要的空间里面 来满足自己 然后这些网路上的影片跟文章 都会注入更多的不安 更多的仇恨 更多的不满 之后告诉他 这些原因都是因为他性别是错误的关系 然后他其实是个女生 之后他看到了我们的影片 然后开始读了圣经 他说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决定要跟随耶稣 然后不去做变性手术 要以真实的性别来认识自己 神对他有方向 简单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见证 充满着神迹的一个见证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现在的社交媒体 就是促成很多人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 常常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不只是存在虚拟世界里面而已 不是一个胖子大叔满脸青春痘的宅男 玩线上游戏的时候 是个胸部很大的正妹法师之类的 很多这些变性人 跑到了真实的世界当中 而且强迫别人接受 这就是一天的一天 这是为什么我都会在一起 看他一天 看他什么 什么叫你 什么叫你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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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What was that?You said goodnight sir? This is transphobic harassment! You're a f***ing bigot! Alright Alex you know what?I can't wait to just- It's a slur!Do you not understand? It's like if you call the person I call her the n-word. Don't f***ing sir! You did on the way out!I don't care! I have the right to be pissed about it! I never said sir! You f***ing did! You f***ing did you liar! Cis people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how they treat trans people and I'm not gonna put up with this s*** anymore! You're a f***ing don't call me f***ing bro! Stop f***ing doing slurs at me you f***ing piece of s***! No f***ing you!I ain't your sis I'm your f***ing bro! You don't even f***ing know me! Don't f***ing call me sir! 我們看過多少這個樣子的影片 而且說真的誰會有這個樣子的行為 我不知道各位啦 我大概是我認識當中最常被認錯性別的人 而且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 我小時候我媽帶我出去的時候 別人就會說 這個小妹妹好漂亮喔 一直到我長大 我年輕的時候 跟一群的女生去夜店 還被男生跑過來搭訕過 就連現在的我37歲了 我們的YouTube頻道 OK? 我又拿槍 全身迷彩 今天剛好沒有 OK? 講話聲音這麼低沉穩重 行為這麼正直正義 就是一個有男子氣概的一個史上最妹的男人 還是有觀眾會問說 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但是就算這個樣子 我也沒有看到 然後就在當下發神經 我跟我太太出去吃飯的時候 服務生過來幫我點菜的時候 都還會說 What are we having tonight ladies? 就算我兩個小孩就坐在旁邊 這裡不需要講到什麼 認錯性別 每一個人都會被錯誤的攻擊的時候 我出去的時候 絕大多數認出來的我的人 都不太會在意 認出來我的人絕大多數都很友善的 跟我們說我們的頻道做得很好 很重要很勇敢 但是有的時候 也會有很奇怪的人來攻擊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買東西的時候 就有一個男的就是化著濃妝 然後胸前掛著一個五角星的項鍊 然後跑來跟我說 我的脖子上戴著十字架很噁心 然後我的T-shirt上面寫著 God is calling you 這段字讓他很作偶 那我的回應就是跟所有的人一樣 就是 OK 那我現在就不在這間店買衣服了 OK 那我趕快走吧 這邊有個神經病 網路上批評我長得像女生的言論 也是 OK 我了解很多女生長得都不一定有我漂亮 But yeah 我覺得我還OK 而且在什麼歷史人物裡面 漫畫主角也是 長相秀氣的男生 通常都是很強的 什麼圓藝經 岳飛 孫策 周瑜 都是被形容就是 唇紅齒白 白皮膚 長相秀氣的美男子 所以說我並沒有很在意 但是會有那個樣子反應的 會這麼有攻擊性 然後會這麼自以為意 然後想要起衝突的 通常都是很醜陋 不男不女 身形奇怪 極度沒有安全管 又極度自戀的人 他們穿成那個樣子 其實就只是想要引起別人注意 然後跟別人起衝突而已 而且他們引起別人注意的目的 就是想要起衝突 發生爭執 然後以一個道德崇高的受害者姿態 來攻擊別人 也就是說 真正會在那邊攻擊別人的人 真的不要理他們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起衝突而已 各位看到說 我長得像女生留言 其實也不用理他們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他們就只是 沒事做而已 無聊而已 那變性人這個議程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傷害的不只是一個人 那個小孩甚至是全家 而且最受傷的 通常就是孩子的父母 其實現在網路上 有非常多的父母的群組 然後在那邊都是 孩子在學校被洗腦成為變性人 分享的這些故事 裡面的很多故事 很多是非常悲慘的 很多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 這個樣子 是非常無助的 而且不知道怎麼辦 孩子已經長到一個成熟的年齡了 父母也不知道怎麼面對 也不知道怎麼反對 也不知道怎麼接受 他們愛孩子 想要讓他們得到快樂 但是又沒辦法直接的告訴他們事實 跟他們說出事實 反而會得到孩子的反感 這個就是變性人的事實 他們最常傷害的就是跟他們最親近的人 通常就是最愛他們的人 而且這樣子的話題 這樣子的受害者 在目前社會是沒有被討論的 沒有人在乎的一群人 變性人的議程 從開始就是不斷的破壞 破壞人際關係 破壞家庭 破壞婚姻 破壞身體 破壞生殖器 破壞基因 破壞人類本身 破壞靈魂 受傷的不只是那些變性人 還包括他身邊所有的人 最近有個影片爆紅 大概是差不多六年前的影片 是一位父親 在Dr.Phil的節目上面 看著自己兒子 宣布自己是女性的一個影片 這位父親 其實是他的叔叔 從小帶著這個小男孩長大 愛這個小男孩 就跟父親一樣 然後這位父親 第一次看著自己的兒子 穿著他女人的萬聖節裝扮 在節目上 彻底的崩潰 彻底的崩潰 告訴我 告訴你 什麼你覺得 和感受到現在 Gary I'm hurt 壞 壞 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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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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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 time for Halloween Edge Talk about that He dressed up like a girl I thought it was funny at first No I surely don't I thought it was Halloween You know so I just went along with it I actually pinched him on his behind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悲慘的影片 特別是你看到那個底下那些專業觀眾 在底下鼓掌拍手歡呼 因為這件事情徹底的打碎了這個父親的心靈 我不知道這樣的東西怎麼會在電視上播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位父親會願意有人拍下這一切 透過這個影片我們其實可以學到很多的 特別是現在這個影片突然爆紅了 很多變性人出來拍影片來批評這位悲傷的父親 因為這些人就是沒良心沒天理 沒有什麼所謂的他們每天擺在嘴上 什麼同情心跟同理心的心理變態 而是覺得說這位父親的悲傷有多好笑多可笑 當然絕大多數這些變性人都已經攻擊過自己的家庭成員了 所以說當他們在辱罵這位父親的時候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其實就只是合理化他們辱罵自己家庭的行為而已 這個就是事實不管這些變性人還是同性戀是在罵誰是在攻擊誰 他們想講的其實都只是自己而已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合理化自己所有的惡行而已 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只在乎他們自己 性別意識形態其實就是一個最赤裸裸的自戀狂而已 自戀狂升華到了一個生活方式 而自戀狂當然不會在乎他們的選擇 或者是行為干涉或干擾到任何其他人 他們看著這個新村的父親 然後沒有任何的感覺 只認為父親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只會用自己的方式來愛他的小孩而已 整個LGBTQ的教導就是全世界的存在 只是為了證實他們的感覺 然後讓他們爽 證實他們的自我認知而已 既然全世界存在的意義都只是這個樣子 那他們的家庭存在意義當然也是這個樣子 父母存在的意義就是要來同意他們 認同他們無條件的完全相信他們 他們只在乎自己要什麼 自己想聽什麼 但是他們絕對不會在乎那些愛他們的人 對他們的期望跟應許在他們身上 他們除了自己以外都不會在乎到其他人 現在不管是政府還是政客 他們的說法都一樣 只要父母對於孩子的性相 性別有任何意見的話 就是孩子的敵人 就是想要殺死他們 逼著他們自殺 然後孩子要起來抵抗 然後甚至跟這些父母斷絕關係 有個網紅的名字叫做Jeffrey Marsh 他在網路上面就是不斷的提倡 小孩不要跟父母講任何東西 要跟父母斷絕關係 然後他說 不用擔心 如果你有一天決定要跟這個 你的父母斷絕關係了 你永遠都會擁有 Jeffrey Marsh 你的父母斷絕了 他會有更加深刻的時間 把所有东西全部给你 珍惜你的生命 超过自己生命的人 只要那些人不认同 你在出生正名上面的性别 你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不要理他们 他们恨你 Jeffrey Marsh 才会真正的在乎你 付他一点钱 然后他就会在 私下在线上跟你讲话 然后听你的心声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 我们才应该在乎 我们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 那些人 像Jeffrey Marsh那样的人 他们是一群自恋狂 而且他们想要把你的小孩 也变得跟他们一样 可怕 无情 无耻的人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变性人 都是一群成年的男性 什么都不在乎 彻底的摧毁自己的婚姻跟家庭 只是为了要满足他们自己 享红 还有自恋的欲望而已 我们就拿美国的海军上将 Richard Levine 来当一个例子好了 OK 65岁的一个人 2011年的时候 突然宣布自己是个女的 等于就是差不多50出头的时候 他就决定说自己是个变性人了 他有老婆 还有两个小孩 这些都不在乎 光是这样想法就可以知道 他这样的行为 是有多么的自恋 多么的自私 多么的没心没肺 在那边跟你结婚20几年的老婆说 你老公现在不在了 现在你要学着怎么样跟一个假女人生活 从现在开始 你是个女同性恋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 然后跟他的小孩说 你的父亲不见了 你的父亲从此消失了 从今以后 你有两个母亲 想想看 这样的人 要有多自私 多自我毁灭 多么无情 会把这个样子的重担 放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这些人爱他 珍惜他 把他当成家庭的一份子 然后这样子的人 只在乎自己的欲望 那Richard Levin应该怎么做 难道你要要求他压迫自己的欲望吗 封锁他最真实的自己吗 很多人会这个样子讲 我来这边回答就是 对啊 他当然应该这么做 这可能对左派来讲很讶异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自恋狂 但是事实就是 你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东西是比你的欲望还要重要的 特别是那些愚蠢 而且不真实 而且又扭曲的欲望 对于家庭的责任 就是其中一个 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 绝大多数的人不敢讲 或者是不敢公开的说出事实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频道 不是只是我来这边讲我的看法而已 其中一点 就是要帮助更多的组织 跟更多的教会 更多的基督徒 说出他们不敢讲出来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的性别 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性别 任何想要改变性别的转变 都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而且最终都会失败 而且性别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不但不是一个选择 而且还是有责任 要来接受这个样子的事实 而且依照这个性别的方式 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一个男人要有责任 活得跟男人一样 用男人的方式来做事 一个女人要有责任 活得跟女人一样 用女人的方式来生活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有责任要来面对现实 我们不是左派提倡出来的 那个什么没有任何的意义 一切都只是宇宙大爆炸 出来的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只是一堆电子分子 然后弄在一起 刚好创造出来的生物而已 我们不是跟我们身边的人 都没有关系的 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跟其他人的人生交织着 我们的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 我们活在一个家庭当中 特别是在一个家庭的框架下 人生更是完全的交织的 不管是透过血缘关系还是婚姻 这个就表示 当我们去做一个反常识 反事实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影响的绝对不是 只有我们一个人而已 我们一定会影响到其他人 我们一个人跌倒 就会拉着很多的人 必须跟我们一起到一个黑暗 扭曲的世界观当中 这些变性人的议程 就是在强迫别人 强迫别人接受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位 哭泣的男人 是一位父亲 而且他永远都会是 跟他儿子绑在一起的父亲 当那个儿子在那边自行决定 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 他就是在强迫他的父亲扭曲 他不只是极端地改变了 自己的人生 他还是极端地改变了 他父亲的人生观 而且强迫他的父亲 一定要接受 这些变性人最爱说的就是 这是我的人生 但是事实就是 不只是他的人生 有非常多人的人生 都跟这些LGBTQ的人的人生 交织在一起 而他们自私的决定 就是要想要扭曲 所有人的人生 事实上就是 除非你是一个什么 在宇宙中漂浮的一个 永恒的生命 你才可以说你个人的决定 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但是如果你是个人类 如果你有一对人类的父母 你在一个人类的社会中 扶养长大的 那你做任何决定 都会影响到其他人 而且跟你越亲近的人 被你影响的就越深 那个Dr.Phil的影片里面 那个男孩子 拒绝以他真实的身份来生活 拒绝事实 而且拒绝身为一个男人独特的责任 就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做男人该做的事情 接受自己是一个男人的事实 现在这个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而且每一个爱他的人 都必须帮着他一起背着 因为他的自私 而且自我扭曲的决定 所以伤害了身边所有的人 或许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个受害者 他也是被洗脑的 他也不知道这么多 他也是被欺骗的 但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家人 最爱他的人 全部都变成受害者 让所有他身边的人都跌倒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男人该做的事情 所以变性人的议程 永远都不应该存在 这个世界有一系列的败坏的原因 我们可以就是怪左派 我们可以怪学校 可以怪社交媒体 可以怪政府 可以指控那些 指控那些的 这些指控都没有错 也都很有道理 但是其实我们最应该责怪的 反而是我们最完全忽视的 事实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父母 不在乎自己小孩的教育 不是在学业上 而是在道德跟品德教育上面 我们在乎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自己的未来 会不会很成功 会不会赚很多钱 可以住多大的房子 我们很忙 很辛苦 我们知道学校有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政府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去理解 我们认为 我们只要每个学期结束了之后 看着小孩的成绩单 上面有几个A 几个B 几个C就好了 这个样子就叫做 在乎孩子的教育了 我们把他们所有的学习 都交给学校 都交给教会 都交给他们的同学 甚至交给iPad 或者是一只手机 或者是抖音 我们把我们的孩子 交给了网路跟电脑 我小时候 就是被这个样子带大的 社交媒体对我们的社会 的确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社交媒体让我们全部都浸泡 在我们的幻想的娱乐当中 就像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都觉得 我们的选票好像可以改变什么 每次选举 人都会变得非常的热血热情 认为说只要某个领导人 起来带领这一切就可以改变了 但是其实不是的 那些都只是泡沫 都只是幻影 真正能改变的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如果平常不在乎 自己孩子的教育 谁当选 左派右派 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的孩子都会被社会洗脑 如果我们平常只在乎钱 不管总统是谁 我们的道德跟品德都一样会堕落 这一次 TikTok的CEO 来到美国的国会 在美国国会 被国会议员削了一顿 听起来很爽 很痛快 但是就算抖音 在美国被禁止了 还是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来会污染你的小孩 来污染这个社会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甚至YouTube 唯一能改变这一切的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AI News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AI News 不是也用YouTube这个社交媒体 在这边运作吗 没有错 我们的目的就是 希望有一天 我们说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必要的 都是尝试 每一个人都会去自己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变得刚强 每一个人都变得有责任 每个人都亲自的去了解时事 亲自的带领自己的孩子 每个人都变成圣经里面 神眼里的艺人 而且大家的重心 是放在自己的社群 自己的邻居 自己的教会 而不是上网 找认同跟舒适圈 因为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 川普能帮你的不多 Dissantis帮你的也不多 Joe Biden 根本不可能帮你 AI News 也能帮你的也不多 只有你跟你的邻舍 可以互相帮忙 当我们有个强而有力的邻舍的时候 任何的TikTok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都没办法洗脑我们的孩子 跟摧毁我们的家庭 这个就是我们AI News想要做到的 所以请各位加入我们的会员 参加在我们Discord里面 里面说不定有住在你附近的人 可以跟你一起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社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